上次的事就是一个意外 你明白吧 我们俩都喝醉了 都很困乱 就 就 你别多想 我知道呀 大家都是成年人嘛 这有什么的 你不会是要我对你负责吧 你能这样想 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的 我是有喜欢的人 我不会说的 你放心吧 又不是什么好事 我谁都不会说的 有 有这么丢人吗 当然了 超丢人的好不好 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他怎么看起来那么讨厌我 全一期现代言情原创广播剧 白月光他回来了 欢迎收听 酒后乱行 还要老娘来安慰 严苦你这渣男 哎 你能这样想 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的 我是有喜欢的人 我 这次真的灾了 好难受好难受 我 白莲花儿 你回来了 哎 我再说一遍 老子叫白莲 不叫白莲花 你起来点 说说吧 你跟你男生严固 又怎么了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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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点 什么就睡了呀 哎 也没什么好说的嘛 就 就上次 陪一番过生日 我和他都喝多了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 过程我也记不清了 这不是断片了吗 出息了呀 你啊 哎 那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什么呀 他有喜欢的人 而且 而他喜欢的人 还是一个一直在国外 跳芭蕾舞的 然后他跟我说 就倒没有发生过 啊 我的瓶好苦啊 我的脸花 操 老子叫白莲 有喜欢的人怎么了 这不还没有关系嘛 你也不是没有机会啊 是吗 当然啊 你得主动知道嘛 这种出了国被主马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那下场一般都是炮灰 啊 你想想小说 想想电视剧 这种白月光虽然都是肤白貌美大长腿的设定 但是他们通常得不到男主角的呀 他们要不就是绿茶表 要不就是白莲花 好像是这样啊 哎不是 这小说里的事儿 能当真吗 怎么不能 艺术源于生活啊姐妹 所以你要勇敢 你要A上去 知道吗 A上去 对 对呀 你还没告白吧 你总不想 连最后他都不知道 你喜欢过他吧 趁着他喜欢的人没回来 你把握机会啊 对 可是 裴依凡 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你接了不就知道 喂 小鱼 明天晚上出来玩啊 我过生日 裴依凡你个傻狗 你一年过几个生日 去 只要爷高兴 天天过都行 也不怕折瘦啊 哎呀 明天八点啊 老地方见 有惊喜 啊 亲人不是有病吗 那你去吗 去 哼 女人 这不是他做的局 明哥肯定会去嘛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要记得我们的计划 和我们的信念 嗯 得令 哎呀 叫我啊 他是不是没有脑子啊 就是就是 你才没脑子呢 嗨 我来啦 哎 来来来来 小鱼 坐我喝盐过这儿 喂 你怎么惨来啊 迟到了可要罚走了 去你的 一会儿喝死你 哎 好了好了 既然人来齐了 我向你们郑重地介绍一个人 咱们颜大男神的女神大人 江宇柔 完了 我A不动了 我知道白月光都是富白梦梅大长团 可是这眼好看的太过分了吧 我他们也觉得这是女神啊 老子都要一清别亮了 哎 你没事吧 好了好了 你们别起哄了 看把人家小姑娘吓的 哎 哎 裴依凡 咱俩换个位置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都不告诉我啊 您一天日理万机的 连颜固都找不着你 我还能找到吗 去你的吧 小妹妹 你好啊 我叫姜柔 跟裴依凡和颜固是好朋友 你跟他们一样叫我姜柔姐就行了 不过 要是愿意叫我一声小柔姐姐 我会更开心啊 你好 我叫姜小鱼 和他们是大学认识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示威吗 可是这也太好看了吧 哎呀不对不对 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小鱼 你好可爱啊 表情怎么这么多 没有了小柔姐姐 啊 你喜欢颜固啊 没有 不 不好意思啊 我没注意 你们一个两个今天怎么回事啊 跟酒过不去了吗是 裴依凡 怎么了 你好傻 姜柔 别以为你长得好看 我就舍不得打你 裴依凡哥哥 你要打我吗 小月 你能出来一下吗 嗯 好啊 好啊 什么事啊学长 上次跟你说的是 保密嘛 我知道的呀 你不用一遍一遍跟我说的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一遍一遍的告诉我要保密 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一样啊 我今天我今天看到你女神了 可好看 就你们百年好死啊 你 你别哭啊 我真不是 我走了 你们好好玩吧 我是不是太惨心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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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她是不是很过分 我 哎呀 算了算了 你别哭了 说不定她还真找你有别的事呢 应该听她等我说完吧 我这不是难受吗 一日没见到她喜欢的人啊 她是真的女神 我差点都把持不住 可她好看了 啊 行行 你想想白月光地里 再想想竹马不如天降 那你今天晚上陪我喝酒 我要 电话你等等啊 我这边接了个电话 喂 喂 小鱼吗 我姜柔 我跟裴依凡要了你的电话 你不介意吧 啊 小柔姐姐 当然不了 不介意的 你怎么不说一句就走了呀 呃 那个 我朋友有事 让我回去一趟 小鱼 盐货喝多了 陈依凡他们也不清醒 都回家了 你来帮我一下 我一个人不太行啊 在江山路二十三号 先挂了啊 该来的吃的回来 这就是正宫的炫耀了吗 这管饿的严固 还要讲什么 还懂讲什么呀 当然是姜柔了吧 我才不去 我不去 不去 去哪儿 香山路二十三号 好嘞 怎么办 万一 万一进去了 他们正在 盐货 你好帅啊 小柔 你真累 盐货 小柔 不行不行不行 俗话说得好 来都来了 小云 是我 我来临死了 小柔姐姐我来了 你还好吗 过来坐 我倒是没什么事了 这是严固 她不知道怎么的 从你走之后 一个家的喝酒 人我劝她她都不听 然后就把自己喝成这样 刚才撒酒疯呢 这回才睡着 那她都睡了 我就回去了 小柔姐姐你也早点休息 走什么走啊 可惜了 你这么个机灵可爱的小丫头 又是哪一出啊 能不成 还要让我看现场 怎 怎么回事啊 颜固 你要的江小鱼我给你请来了 这要是再没成功 你就孤独终老吧 小柔姐姐 这 我们颜固就交给你了 我走了 放心 放心 隔音效果很好的 不解释一下 不解释一下 眼固学长 小鱼 我错了 解释 我一直觉得自己喜欢江柔姐 直到遇见你 我好像总是不由自主地 关注你的欲击欲动 我好迷茫哦 嗯 离我远点儿 哦哦 然后这次江柔姐回来 我就跟她说了 你知道的 她是我们这群人里最靠谱的 她听完告诉我 我是喜欢你的 还骂我不负责任 我知道错了 小鱼 你原谅我吧 小鱼对不起 早点知道我喜欢你就好了 你就不用那么伤心了 哎呀 好了好了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可是你今天哭得好难过 我以后一定是最不合格的男朋友 哎 你怎么还哭上了 哎呀没事了没事了 乖啊 那小鱼 你 愿意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会对你好的 小鱼 我好开心啊 我也很开心 小鱼 我好喜欢你啊 超级喜欢你 燕果 你生往哪放的 小鱼 你还生我气吗 没有没有 但是 我就知道 小鱼最好 我不会 这是 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